Hello, 大家好, 歡迎你收聽這個鳳星期一的《雷奇講電影》 又一個星期了, 不知道大家這個星期的過程如何 我就沒什麼特別的, 都是上班, 工作, 然後就等出糧 現在的城市好像真的不太好 前幾天就收到我們的消費券 即將就不斷先的, 不用就沒有了 這個呢, 就是我自己也是下一條的 限於百搭通的 其他的 WeChat, Alipay 就好像去到成夏年 就不會這麼快 這件事我自己就深知其實是 就是百搭通公司其實應該就 應該就沒有了 因為被人針對到這樣的地步 其實就沒有什麼人會再用百搭通去拿這些消費券 接下來香港還會不會有消費券呢? 真的不知道 因為其實心裡其實很暗 因為消費券差不多都用完了 很多人都已經用完了 我還有幾多東西 哈哈, 幾多東西 就是看一下 我自己活該, 我自己的WeChat 沒有抽獎 沒有這個額外消費券 就很不開心 但我不要小看 其實一個星期每天抽五、六元 都吃到一頓飯 千萬不要小看, 這這麼少錢 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這幾十元就夠了你 我經常都給你這幾十元夠 哈哈 好了, 看看香港 這個星期做什麼 我自己看到股市 即是股市跌到我媽媽不認得 即是你以為萬五 即是股市跌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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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 我自己看 其實這些位置已經嚇到 即是基本上 有貨的人都跳了出去 那 看你能不能夠 現在在那位置買來 就 即是 賺回20% 短時間 但這些錢 通常就不輪到我們這些散戶賺 那 就 即是給一些很貼的那些 即是 即是 有時候股市又不是說 你懂得看 你就有得賺 你就是 真的有那種的 運你才可以 買個股票就知道 有些人 即是很多人都說 每次買到時 我就是那種人 即是這麼划算 那就 沒什麼 這陣子就 我想 所有香港人都等他去旅行的 即是這個月 即是 一去到那裡 就馬上買機票就離開 即是馬上出國 那 那 移民情況 繼續移民 大家 即是 呃 我想 身邊的人 都 我想今年內 都 要走的都應該會走完 這樣 那 沒什麼事 就見到一個一個走 那 你說你的朋友都離開 那是不是很慘 那 兩體 有些朋友 可能是一年才見一次 那 基本上 一年回來英國 即是英國回來香港 即是 更多機會見 一年回來一次 起碼一年都見到一次 那些朋友 即是 一年都見不到一次 但又很熟 可能 很奇怪 香港 這麼近 反而 就 少見了 大家 會不會有這種 間井 我自己 就 也有些朋友 經常說 約出來約到現在都 約了半年 都 還沒約到 可能 大家 即是 情況就是這樣 反而你去到英國 可能就說 哎呀我下個月回來 啊 出來吃飯啊 你去英國這麼久 但你在香港 其實真的沒什麼見 反而你去到英國 就大機會見到 不過這些 就 看看他 會不會回來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啊 那 這個移民 這個熱潮 香港就 從來沒認識過 只不過是有時候 就比較 即是香港還有錢賺 就 不走著 誰不想賺錢 是不是 每個人都想賺錢 有錢賺 當然不走著 是不是 好啦 那我就 廢話小說 那 說這次 看哪一部電影 那 這次呢 我就 沒有看電影 很厲害 不看電影 那我看什麼呢 我看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是一個 恐怖的導演 監製兼小說家 去製作的 這部電影 都用了他的名字 去 放了他的頭 那我想 其實他也是一個很出名的人 那 那 有多少電影 是可以這樣做呢 可以出導演的名字 然後才 再出那部電影的名字 那 這一部電影 就可以了 那我自己就 孤立寡文 我看很多電影 但我不太認識導演 我只是看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 很長的名字 它是墨西哥 我聽過墨西哥發音 但我不欠醜讀 我盡量讀中文 這部電影 吉拿域大... 不是 吉拿域大拖路 應該是這樣讀的 應該是這樣讀的 三個三個字 吉拿域大拖路 之... 奇... 啊... 真奇跪 頂 真奇跪 顧名詩呢 就是... 嗯... 就是... 就是... 他是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就是一些... 其實我覺得是幾... 幾混淆的東西 連個名字都這麼巧合 我就覺得幾混淆 哈哈 那每一部電影呢 他就會有一個... 我懷疑這個是導演來的 他就會說那部電影 嗯... 就是... 講過劇的... 少少一些intro 給大家聽 然後才會播放那部電影 那這部電影... 為什麼會看呢 因為其實... 就是... 恐怖系列 那... 有八集的 有八集的 那我推介給大家 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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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呢 我覺得... 就是... 我自己... 我自己看完了 那我就... 為什麼今天這麼遲呢 就是... 現在其實是凌晨... 十二點二... 十二點二... 十三分 那... 就是... 為什麼這麼遲呢 就是... 就是... 要看完八集才知道... 就是... 就是... 這樣... 就是... 這樣... 那... 我先說一點點那個... 就是... 為什麼會推介給大家 他裡面呢 其實... 我自己看... 其實... 當然... 八集不是說八集都是這麼精彩的 那... 他通常都是... 頭兩集會比較好看一點 可能... 尾巴就放一些... 不錯一點點的東西 呃... 我自己覺得呢... 這套... 真奇貴呢... 是... 跟這個... 呃... 愛死... 機械人呢... 是... 呃... 有一點點... 差不多類型的那種 那... 我自己都... 我自己是喜歡愛死機械人多一點的 那... 那就... 他是... 可以更加多... 即... 更加抽離現實 更加豐富 但是他是... 嘩... 他的動物真是真的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套我也是... 極力推介 不過可能他... 已經過了 對不對... 他有兩季的 那... 這個... 真奇貴呢... 就是... 新的啦... 那... 我覺得... 值得去...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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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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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下去呢... 我先說他的... 那些特技 特技是... 挺不錯的 我覺得是... 好過一些... 二線的電影 好過了 他都... 挺...OK的 無論是化妝好... 特技好... 呃... 那些造型... 啊...造型是... 真是想過度過 不是開玩笑的 這套戲是... 就是... 我想... 大家去看的時候 一看到就會... 即... 每一個人的造型呢... 是... 不是普通的... 亂... 就是... 真的有... 他自己的角色 所以我... 真的... 是... 真的... 是... 就是... 不普通的... 大家可以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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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每一集呢... 都可以知道那些人呢... 的造型是... 真的... 有... 就是... 不是... 是... 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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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告訴大家 八集裡面呢... 就... 不是八集都不精彩的 嗯... 但是... 又不是說... 很差 那... 就... 看中段呢... 可能... 那... 那... 就變了... 嗯... 中段有那些...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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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我就... 就... 即時... 就... 就... 拿一些比較精彩的... 劇情來講... 給大家聽... 吸引一下大家去... 去看這一百集的... 真奇鬼先...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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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 就是某個JOina... 就是... 裡面... 有... 這個啟禮... 那... 那... 很古怪的動物 故事開始 就在一個倉上 就在拍攝一個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Facebook 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倉可能沒有交租 或者沒有人認 很久沒有人去 那些倉的場主 即是倉的老闆 那些倉沒有人 那裡面有東西 那他們就當作自己 那他們會怎樣做呢 有些人就在拍賣 有些人就給錢 去競投創點玩法 那他們就開倉給大家看一看 只是看兩眼而已 不是讓大家進去看的 就是讓大家看一看 然後就開始競投 例如一百元美金 開始喊 喊到上去 那些人就叫到三千元美金 那他們就馬上進去倉 去看 不知道裡面有些什麼 其實這些 其實已經是當作做一個節目 即是會給大家看的 誰就競投 進去就看到 有兩部電單車 這次賺光了 有時候就會說 全部都是棉花 這裡有些爛雜誌 然後又說 不知道怎樣 然後又有一個盒子 裡面有些什麼神秘 開完後 有些銀子 即是大家對於這種 好奇 會想看這些節目 因為一人是 充滿好奇心 一些未知的東西 就是很想知道 這個拍賣會 不是因為這樣 是想賺錢的 這部電影裡面的拍賣會 有些人就叫了 那些人來 那些人通常是一些 二手回收的人 我猜是一些 專門買一些 沒用的東西回去 拆開來買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生意 有些人會覺得 你賣垃圾 那些垃圾 那些人做的 沒有 其實我覺得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這些生意 環保的生意 其實是找到吃的 大家不要小看 我在這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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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夠10部電腦 在這部電腦 我可以組成5部電腦 那我就可以 賣給別人 有人會要的 那我看看 如何收拾這 10部壞的電腦 或者看你自己 那個能力 究竟可以維修 可以拿到一些有用的東西出來 你可以拿多少 垃圾 就不是真的 丟垃圾 那些是一些 一些舊的電器 大家可以當是垃圾 但是拆出來 其實每一樣東西 都是一些 原材料 千萬不要小看環保生意 那這個呢 可能 這個倉庫 算不算環保生意 可能是一盲盒 大家可能抽東西 那你進去 如果倉庫 那個人之前 是有些 金條 又或者一些很值錢的 東西 古董 我們香港 其實 都算是一個小的地方 但是 你 有些東西 其實 如果你細分 其實有些人 需要那些東西 需要一些很散的東西 但是 香港其實很難買那些東西 那 你呢 做一個環保生意 你就可以拆一些東西賣給他 我們香港買的 從來都是一整件 很少會 只是 我只要一個螺絲 你去買 你去鴨寮街找自己 很少會 去維修一些東西 通常我們壞了會丟 就是 舊了就不要 其實 都 很多時候 這些情況發生 大家都會覺得 做什麼 買過了多少錢 就是會用這些語氣 那他可能就是 一垃圾堆 那些東西 他就拿去培收 或者做好 就拿出來賣 不奇怪 有人幫他買的 外國的市場 就更加多 更加古靈精怪的東西 都會有人買的 就可能 一張 不同的 跟我們香港人 可能一張 木桌 他會覺得 很有風格 就買的了 就不同 香港人說 又有殘又有蠟 會嫌棄 我香港人是很 講求質素的 對吧 哈哈 太多頭盔了 免得 踩那麼準 自己也是香港人 那 外國是不同的 他們會 欣賞一些舊的東西 或者 他們覺得是 有價值的東西 因為有歷史 就是有價值 可能 外國的市場是大 其實只要有1% 那些人喜歡的東西 你已經發達了 但是香港呢 就很難的 養不起這幫人 養不起 就好像我們說 最切身的 音樂 音樂很難去賺錢 賺到錢的人 賺到錢的人 是有 不少 找到的人 紅的人 但是你說 一些比較 為音樂努力的人 比如上網唱歌的人 他唱得很聽 但是 大家就 覺得 他是很聽 但是 很冷淡 這種態度 但是 可能他去了外國 其實他有1% 人 喜歡他 其實他已經吃到飯 其實 大家都想吃一頓飯 不是想發達 問題就是 他 他就是喜歡唱歌 但是他 吃不到飯 因為 沒辦法 香港就是 不夠多元化 錢 其實就是 很歸一 通常都是去賺錢 錢賺錢 大家最喜歡的 沒有 我的目標是什麼 找100萬 找100萬回來做什麼 我用了100萬去再賺100萬 這就是 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可能外國是不是這樣 又不是 又是 真的 又不是說不夠錢 不過可能 他們 嗯 那個範疇會比較多 因為人多 可能 研究一些 雀鳥 他都可以找到 因為他只需要一個贊助商 那 香港有錢人 其實都 很多 那 他們全部 賺到錢 都是只有 幾個途徑 對不對 地產 金融 或者 出入市場 吃東西 只有 很多途徑 對不對 你不會說 我買結他買到發達 對不對 香港是 不會的 就是 一望都賺得最多錢 應該是 但是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 用音樂來賺錢 他有的 我想 在我們 四大天王那個年代 真的 真的 厲害 是國際級的 很多人都認識 現在 沒有那麼容易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紅 因為香港 就 轉了老闆 可能 跟外國 那些 沒有那麼 聯繫 都沒有那麼 拼 但是 跟我們 內地的 同胞 又好像 我們當是同胞 對不對 其實他叫我們 當是同胞 他沒有叫 那邊的人 當我們同胞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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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時候 我先收一收 不要說那麼遠的 先說一套 那 就 拍了一個倉 有 一些男人 女人的 一百 二百 叫上去 那 有一個 就突然叫 叫 五百 那 這個倉 主人 就是 他 那 他 要付錢 給錢的時候 就 聽電話 我不知道 他打電話給那個人 打電話給那個人 那個人其實是 追求他債 那 他就說 就是罵他 你有沒有搞錯 你有錢買倉 沒有錢還給我 我不管你 你今晚一定怎樣 那 他就說 不是啊 我拿錢來 買倉 去籌錢 那 我自己覺得他很聰明 那 你身上有五百元 你去 投資五百元 在這個倉 然後 你買了那個債 之後 可以賣到一千元 那你就賺了五百 那你也好過 帶著五百元 又不夠錢還給那個人 那你也會變通一下 我自己 就 很少欠人錢 我小時候 就 知道 其實 信用卡 是 不可以給我 因為我知道 我自己一定會 滾到瘋了 所以 我從來 我都試過有信用卡 但是 我 也感受過 還過 面費的利息是 什麼 我不告訴大家 我欠多少錢 很少 很少 還得起 那我現在就不是欠巨債 不是很少 那就是 其實 欠人錢是 一件很恐怖的事 我自己看很多大耳洞電影 那 就 因為你 你不是還 那麼簡單 你還 利息 那 大耳洞電影 好像是 恐怖的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 真的 我不爆他做哪一行 我懶得 不好意思 其實我現在沒有聯絡他 但他應該不會聽到我 他 不要說 他 他以前 為了 還錢 其實那時候 就是他做生意 賣 賣 我不說賣 什麼 就有人知道他做什麼 賣 他就 撞中沙士 那他就 迫著要借錢 那他就 借到全身 那他就 熟人 又借了 熟人 就借到爆了 那他也 搞不定 因為 沙士那個年代 因為他要付租 或者又要 租就付不起 可能他要繼續 出他一些新的產品 那他就 要借錢 那他因為有些背景 身上有些小小公仔 那我猜他也是 就是 對了 那他就 借了 那些錢 他也 不行 那他就 搞不定 還不到 那 那 就 就是 要還個 面兵 我好像聽他說過 是 還 就是借一千 還一千三 這樣 是不是很划算 我不知道 那他就 最後就是 我都不敢 我都不敢再找他 因為他 其實我借錢做生意 其實是 借錢做生意 其實你不要以個人名義 其實你不是用公司 有限公司去借錢 其實是要上身的 當然 當然 你 銀行 借錢 有限公司 借錢 就是他 他能夠做事有限 最多破產 破產之後 就搞不到 不過 如果你說 以個人名義 去借錢做生意 其實 就真的 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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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的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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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說一下 這個男人 就是 欠錢 他就 拿錢做生意 因為 他就想 用他手上的錢 賺得更多錢 來還給他 那麼 他欠債你 債主 當然是坐在鎖你 你先給我錢 你先給我面費 我告訴你 你怎麼做 我怎麼知道 你會不會拿錢 去虧了 你別玩了 他當然是 在這個時候 他當然是先給他 就是 債主 和債仔 就是 看看 他欠你多少錢 那 某程度上 如果債仔 欠你10億 其實 基本上 他就比你兇 如果 你欠50元 打一身就算 差不多 50元 哈哈哈哈 很賤 就是人命 對了 那 就 交易 他 那個人 其實都說 不如我先不給你錢 我開帳給你 那 你神經病 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他確實 是買了 他買了 對 然後 他就 想進去 他的倉 老闆 就說 你買了倉之前 我給他一些東西看 就給他一個閉路電視 看 就 看到有一個 人 就 阿叔 阿伯 很怪異地 在這個倉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舉動 他就說 不過 他堅持說 那個倉主 就是租倉的人 很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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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的行為 有點怪 他來 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 就 走了 然後 他就 買倉 你給我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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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不關我事 阿 我只是 想要裡面的東西 拿來賺錢 那 他給他看倉前 其實也有些怪異情況 就是 那個倉的閃燈 這樣 那 挺好的 這個感覺 大家看第一集的時候 就會愛上了這個系列的東西 好 那 事情一路發展 那 倉的老闆 就在看電視 突然有個女人進來 那個女人說什麼呢 他就說 我來交租了 我一次要交兩個月給你 好開心 然後 那個老闆就 很尷尬 死了 買了這個倉 然後 他就說 哎呀 我以為你不要 大哥 我以為你沒有交兩個月 我以為你 整個倉裡面就不要了 那 我就 買了 買了你的倉 給人 然後 那個女人就說 你買了我的倉 真的很驚訝 我沒有交兩個月而已 你是不是買了我的倉 那 那個老闆就 就 哎呀 不好意思 真的 很驚訝 不如 你找回 你的倉 給他一些招 他叫什麼名字 那 那 那個女人 就沒有發 那個 倉的 就 急急 衝出去 因為剛剛的事 剛剛那個男人 走了 追上去 追上去 那個男人 就 打算開車離開 那個女人就叫他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 買了我的倉 那個人 然後 嗯 是呀 那 那個女人就 就說 哎呀 不好意思 可以賣給我 他說 當然不行 那個倉是我的 現在 對了 那個女人就說 這樣 嗯 嗯 那 不如 你給我一些 我自己 有紀念價值的東西 譬如 我的照片 啊 就是 我的小小 不值錢的東西 你可不可以 進去 那些東西 那 那個男人 就很缺絕 當然不行 衝我的 現在我的 衝我的 我買了 我用 真金白買回來的 我沒有欠你的 是啊 這個男人 是一個 很缺絕的人 就是 可能 他 也說他 是很受 這個世界 那種 就是 不好的待遇 可能 經歷很差 或者很多人 每一元都很辛苦 才賺到回來 又可能 又被人說他 窮 被人歧視之類 每一天都過得很艱苦 那 他就 連一點點的同情心 都拿不出來 不知道我這樣說 大家會不會明白 可能 大家 有同情心 是因為 大家有空間 大家同不同意 大家有空間 去同情一個人 怎樣才有空間 就是 有多餘的東西 不如你找10元 你每個月只花3元 那你有7元 那你就可以選擇去捐 或者不捐 那你有一個 同情的空間 例如 你找1元 那你可能 一句花9毫 那你還有1毫 那你還有1毫 那你還有多少的同情空間 不過 少一點 少一點 你說可以儲 可能真的太慘 唉 好吧 我不儲剪了 我給1毫 算不太煩 那你最壞 也還有一碗叉燒飯 我也要給你半碗 你吃的 但是你吃不太飽 不會死 那可能那些人 就壓抑到 他自己 都在欠人錢 那他 真的 那個同情心 已經是敏烈了 那他也不是的 他說 你想要嗎 可以 1000元 那女人就說 咦 1000元 1000元 我做兩個月清潔 大哥 那他就 在這個位置 很生氣 他覺得 你玩什麼 大哥 你不給就算了 你開過這樣的假 你不要瘋了 然後他就 真的好 你一定要去地獄 最後這樣罵他 這個女人 很友善 很好 但他 受到這個男人 就是一些不禮貌的對待 然後他就說 我沒有欠你 然後創作 真的 真的 用錢買回來 你自己 不關我什麼事 只是說一些很正常的事情 那你就 搞得他很生氣 就走了 那裡面 這場戲 其實是一場 挺好看的 那我就 不是形容得很細緻 大家如果看的時候 就會更加精彩 在這裡 就是 免得說這麼細緻 那他就 回到 然後 那男人 就馬上去 遇到 老闆 那他就 覺得 老闆 喂 你賣完 倉給我 那 倉給我 你又再去 叫那個女人 去找我 找我 找我麻煩 那你真是玩 大哥 對不對 現在在一個 商業世界 來說 就是 你買給我 那你又去 找一個這麼尷尬的位置 找一個 又要浪費我時間 去打發他 走 又或者 可能要用我的時間 去 給他拿回他的東西 可能有時候又要爭 那這個 是一個 即是很便宜的 在電影裡面 那些 就是所有東西都 拿到便宜 因為 大家都不夠 那 但是 又有一個 規則在 管理著 那些東西 那些 那些規則就是 當然是法律 那你 有時候有灰色地帶 那你就會 很多時候會產生一些 爭招在裡面 那 就是 人情上 或者是一個 法律 其實我不可以不給面子 但是在人情上 我就 搞到我是壞人 那壞人是不是要坐牢呢 不是的 在這個世界上 壞人呢 是可以 很開心的 在這個世界上 生活的 可以告訴大家 壞人呢 是 不一定有差的待遇 我想大家應該會明白的 有時候 壞人會比好人的生活更好 那 壞人呢 是沒有罪的 至於 什麼是有罪呢 犯法就有罪 你買這個倉 不給錢 有罪 你不交租 有罪 你買這個倉 倉裡面是你的 你不給上一手 這個是屬於你的 那你就是 沒有罪的 沒有罪的 這個世界就是 這麼殘酷的 那 他就罵了老闆 老闆就 當然是反擊 對不對 他就 胡胡罵 這場戲是蠻好看的 重點就是 那個收買人 就說自己 你知道我每天要怎樣過 多麼艱苦 那黑人就說 很多人在歧視我 他們兩個在胡掃 你很慘嗎 我比你更慘 那世界很可憐 那 這也是 這套 劇 好看的地方 因為 其實 貼地 貼地就是這樣 什麼 可以很夢幻呢 離地 哈哈 所有事情都 很美好 在迪士尼 你就可以很美好 但是你一出到迪士尼 那你就 回到現實 那你就 就是 殘酷 對吧 你給了 一個入場 快的迪士尼 你玩 就可以很離地 但是你去到迪士尼吃東西 其實都是很殘忍的 很貴的 那些東西 你可能心裡 不要緊 那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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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吃幾百塊 一餐 那些東西 都可以的 那你 離地 不爭 去旅行 可以離地 即是旅行 不要緊 那些東西 結婚 你就離地 一生人一次 不要緊 那你 即是 你離開迪士尼 那你就 對 那你一做完 那件事 回到現實 那你就 就是殘酷 對吧 哈哈 真是很殘酷 好了 說回到戲 兩個亞元加入之後 這位男人 就開始 倒閉他的床 那裡面的確有些 很精緻的古董 那裡面有些 都 挺古怪的 有些納粹黨的照片 可能聽到納粹黨 會 就是 有人想你希特拉 然後 二戰的 拍起人 就 散摩 那 希特拉 也是 什麼來的 他一開始都是文運人士 那 如果不聽他說 他就 用自己的方法去上位 最後 他 就 野心大 就去打仗 就是 都是 這些人 內裡 有些什麼 歷史呢 可能就 等大家告訴我 如果我覺得 希特拉不是好人 可能會 就是 告訴我 我覺得 沒有什麼 發動 是 這個問題 現在 這個世代 更加有 更加有問題的人 就 大了 人在 我先不說這些廢話 他就 撿了一個倉 他就找到一些 比較漂亮的 古董 他就想 推去自己的車 那裡 想去賣 股價 那 他想關車門的時候 就有一個男人出來 拿一個車子 就不斷撥爆他的車的玻璃 然後 就撐了他出來 一棍 就撥在他的頭上 流血 那這個是誰 就是 不是 就是他的債主 然後他就說 就是 你蓋我的線 明天 12000元 12000元 然後他就 呆了 就被他打了 沒有辦法 因為你欠他的錢 你可以怎樣 是不是 你欠他的錢 那 我們怎樣 那 就被你打完一身 明天 明天就看看會怎樣 那我明天一定不能給的 那 就被你打 打死我 那他就難命一條 那 他就 呃 就是 就回到那個倉 借他老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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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回來 啊 就是 就是 串他啦 心想被人打 當然是 就是 這個老闆 就是 就是 跟這位 這位 這個收買佬 其實就 可能都有一些 就是都是認識的 都是相識一場 然後就告訴他 呃 你不要去那個 那個 就是 舊的賣賣場 賣 那你 你試試找 呃 我介紹你啦 去一個女人那裏賣 可能 那裏好價點 之類 就是 那裏有錢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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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也會去專搜一些名牌的地方去購買 他就給了一個漂亮的地方去收貨 他在那時候覺得這個人是粉絲蜜族 他忍著也要用爆粗來罵那個人 罵那個老闆就走了 他就帶了一些貨品去這個女人的股價 那個女人的確是有些錢的 有些比較大的股東店 就說這些貨品是純金來的 OK的 即是跟他溝通一下 他就開始分析那件東西 一開始就分析一個蠟燭台 他就說是純金來的 不過手工就粗粗 插了蠟燭又不好看 他會彈他那些東西 通常想買你那些東西的人 通常就一定是彈你 又說這裏不好那裏不好 因為為什麼呢 他不想出那麼多錢買 對不對 這些就是一些收買佬的技巧 你不用聽他說 你不要就算了 不要我拿走 他可能會覺得不要煮 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 他就一直看下去 當然這個收買佬就不懂 不懂說話 你看看第二件 那女人看第二件的時候 是一張圓形的桌子 手工就徵扎 他就說這件不錯 然後就在桌子上 告訴他 你知不知道這張桌子是甚麼桌子 這張桌子是通靈的 我自己就沒聽過這件事 我自己看過那些恐怖片 通靈的時候 通常都是一張普通的桌子 加快布之類的 又不會是一張特別的通靈桌子 這部電影就這樣說 他就覺得 一收買古東的人 可能會很喜歡這些東西 越古怪的 他就越喜歡 那他就在桌子上 摸一下 他就覺得有個位置 好像有一個按鈕 他就一按下去 一按下去 一按下去就彈出一個櫃筒 彈出一個櫃筒 裡面就有一些書 有三本書 那男人就拿出來 第一本是魔鬼 第一本書就叫魔鬼 第一本書就叫魔鬼 不是看內容 只是看名字 第二本書就叫符號 第三本書就叫蓋術 即是可能 即是一個大圍的狼 不知道想說什麼 就是一些比較邪 那男人就說 一看到這些東西 就覺得 咦 跟一些 即是古靈精華有關 即是會不會很值錢 那女人就說 那女人就說 這些我不熟 不過我認識一個人 就熟 我現在馬上叫她來看一看 那這個男人 一來到 就 即是看到那張桌子 就 嘩 真的很興奮 可能真的存在古董的東西 就 是會的 即是 可能大家有一件事很喜歡 那件事 歷史悠久 例如很喜歡星球大戰 那他就可能拿回 星球大戰 可能最早期 那隻公仔放在你面前 就覺得 嘩 很棒 不知道是誰的 第幾代 都說了一堆 那樣的情況 就是類似這些 即是看到一些 自己很熟悉 那種古董的 但又很罕有 可能在書裡見過 聽過 或者是 可能成員一起形容過 即是一活活地 就在你眼前 你摸到 那他就很興奮 就 告訴他 這是什麼木 等等 然後 他剛才找到的 基本書 就說 哇 這幾本書是非常罕有的 他就 不斷地在說 這幾本書是怎樣來的 什麼 那這個男人其實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他就是 錢 你有錢 你就 拿走 我不管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 又說什麼 神鬼 那些 我不相信 這個世界 只有錢 那這個世界 的確是有這些 人 因為他本身就是 欠人 很多錢 那他就 嗯 他不會的 那種心態就是 你做 你快點 弄死我 麻煩你 就是這樣 他心態就是 你不知道 我鐵石心牆 你不要跟我說 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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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害怕這些 總之你快點買完 我走了 不要跟我說廢話 那他那個男人就說 這個很值錢 如果你有齊 有齊 四本書 就起碼都值三十萬美金 那他 這個收碼都聽到 馬上呆了 停一停 覺得 這次發財 那他就說 那你今晚一定要跟我交收 我現在馬上就 其餘的那些 應該在我倉 那你就馬上跟我回倉 那 那 那 這個 認識的那個男人 就馬上拿錢出來 就 給他 先給他 那 就說 我要這些東西 我現在馬上給錢 那 他就說 如果你有第四本書 我就立刻 開三十萬美金的支票 給你 那那個男人聽到 我現在的車子 就在外面 那你就 跟我車子 就回到我倉 兩人就 夾腳 立刻 開車就回到我倉 那 那 那個男人 就不斷地說 這幾本書的歷史 又說 說一些很恐怖的東西 那 那男人聽到 就說 你不要跟我說廢話 大哥 我不是來聽你說故事 你要說鬼故事 你跟他喜歡聽鬼故事的人說 大哥 我只是想要錢 對了 情況就是 那個人 就不知道在哪裡 撿到一隻星戰公仔 另外那個星戰迷 就這樣跟他說 星戰第二集 那個東西 怎麼脫險 很厲害 你不要跟我說 大哥 你真的拿了 買完就走 對不對 我不要不喜歡星戰 OK 但是我就是 我就是 不小心 有隻星戰公仔 對不對 我現在跟他回去拿 那 第四隻 你快點買完 就走 因為那個人 就太喜歡 他就是這樣跟他說 那些 他是那些很迷的人 所以 就 去到倉 倉 有一個剪 就是 前倉主的那個女人 其實他還沒走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沒有 他們就 沒有交代他 怎麼在這裡 就 進去那個倉 那 就 立刻就找第四本 第四本 我不知道叫什麼 那這裡找到那裡找到 他把那些沒用的東西 扔掉 沒用的東西 扔掉 就繼續在那裡 到處裝 那他移開了大櫃的時候 就發現了 有一個 密室 在裡面 很奇怪 那個倉裡面 有一個密室 的確是 很奇怪 很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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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奇怪的事 裡面 有些奇怪的事 是很正常的 所以大家 不需要覺得很奇怪 哈哈 那 就開了門 進去的時候 有一種 很臭的味道 因為 我懷疑裡面 就是一個密室 很久都沒有人進去 那一開門 那裡面的空氣 就 出了一種很臭的味道 那 那個 古董男 就很興奮 因為他知道這些地方 一定是有他自己想要的東西 但是他進去之前 就跟他講話 跟這個男人說話 要收買老公 他說 你進去之前 如果你看到一些很奇怪 或者是鬼 你看到一些 不屬於這個世界的東西 你不要看他 不要跟他有眼神交流 也不要打算接觸他 就先說好 那 這個男人就說 你不要說廢話 你快點去拿一本書 就走 你不明白我 我只要錢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他完全沒有當這件事 是一回事 然後 這兩個男人 就 在這個密室 就進入這個密室 那 接下來這場戲 就是 很精彩 我覺得 這場戲 可以看到 整套戲 特技的功架 究竟到了什麼 那他們就進入密室 中途有很多擺設 開始跟宗教有關 有些濕字架 那 就 進入最深處的時候 就有一個魔法陣 開始 有一個人形的 應該是人 應該是人 就躺在那裡 我形容一下 那個人就乾了 那 他就 應該就是 跟魔鬼 就是 他的臉上有一個洞 裡面就有一些 蟲 之類的 我不知道那些叫什麼 我不懂得形容 粗粗的 總之 是很怪異的 他就說 這個人的臉上的洞 就是 魔鬼的橋樑 這樣 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 挺震撼的 那個畫面 也挺正的 也挺恐怖的 那 他就 這個時候 那個 收買男 就看到 有一個 書桌 有一本書 那本書 應該就是 第 第四本書 那男人 就 哇 30萬美金 當然馬上想 就 想起 他就 走完的時候 他完全 當 下面 那一具 乾了的 屍體 就當 完全是無事 走去拿 一本書 然後 那裡 就有一個 慢鏡 叫他 喂 那個 古東男 就 喂 不要 踩到魔法陣 然後 完全是沒有停過 衝進去 很正常的 正常速度的人 就是拿東西就拿 拿完之後 他就拿起一本書 沒有理到任何的 就沒有事發生 那這些人呢 就 嘖 真的很正常 你真是看 真的很正常 那 後面 馬上有二樣 那一句 乾絲就馬上震 那一條 裡面 那一條 蟲就要出來 要出來 因為他 應該破壞了 某些魔法陣 那 他就 拿一本書 想要離開 然後 看回頭 咦 那一句 乾絲 那些蟲呢 就在他面上爆出來 就爆了很多條 然後 就 站起來 這個時候 那個收買男 就怕了 開始 嘩 這次 然後 另一個 古東男 就 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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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那個 魔法陣 爆了 那些蟲 就 把這位 古東男 就 吞小了 吞小了 整個人 吞小了 那 那 那 收買男 立刻 看到他 衝出去 嚇死人了 那 衝出去 就躲 躲 躲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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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獸 那 魔鬼 就跟著 出來 一路慢慢走 好像喪屍一樣 走得很慢 就跟著 跟著出來 那 他 覺得沒有路走 那 他就等那隻 走到 近來的時候 他就 兜了另一邊 打算出去 那 就去到 一道門 可以看到外面 那 他就打算開門 走 那 開門 他就拿了很大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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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提過 之前的 那個 那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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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 它沒有 那 那 那 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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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那 那 那 esemp 這個鎖是什麼呢?就是他之前租倉的鎖 所以拆掉了他,他說有什麼可以給他呢? 那個收買男友說有些可以給你,就是你的鎖 為什麼給他那個鎖? 鎖裡面的鎖就給不到你,就是給你那個鎖 因為你有鎖匙,所以我要你沒用 那個女人就拿一個鎖來鎖住這扇門 等那個收買男友就出不了你 到最後大家都知道 這些故事通常是有教訓 叫你有風不要用盡理 正如山水有雙逢 到這個位置就結束了 其實這裏可能都看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那就... 很...峰迴路轉的劇情其實就... 不算有的 但是... 恐怖度呢 我覺得是... 畫面上呢 其實是... 很能夠交代 在聲音方面呢 也是... 很有氣氛 那... 嗯... 其實這個系列呢 放在這部電影裡 在第一集呢 其實是... 可以令到人看完 這樣 我覺得是... 挺有質素的 這部電影 是挺不錯的一部電影 那我就... 在這裡推介給大家 去看吧 那... 你說第2... 3... 4... 5... 6... 7... 8... 是... 我可能... 在這裡說一點點 第二集其實是說... 霧地老鼠的說什麼呢 就是... 一些... 嗯... 道武者 以前... 也不是說現代 以前是... 那些人... 就是... 發生人才 會偷... 那以前... 有錢人? 會陷入金錢 或者帶走 snipp especie匹提風 那那些人 pub 那些人... 會ait不太... 發生人才 去... 然後代理所有 Crunch 也會毀掉 那... 其實... 就是這張... 有... 其實... 你要這樣做 那樣就是... 很誘薄 你管在這兩邊 當久的話 publish遷了 一定會不安樂的 Jeepers 乃露特寶 第3,第4,第3其實都蠻好看的,可以看到第4 第5,其實整個系列都蠻好看的,如果我看下去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喜歡第一集,第2其實我蠻OK的 有些人說一個女人很喜歡漂亮,但她當然不漂亮,很蠻好看的 她就被朋友排斥,但竟然有一次她的同事聖誕節就聘請她去玩 她自己做標本很厲害 當晚最有錢的人就送了一些很出名的化妝品 每個人都塗得很開心,但她很醜的女人一塗就塗得很紅 她就很不受歡迎,然後她還把自己最撒嬌的東西送了一個標本給那個有錢女人 那女人一開的時候就笑她,什麼都有,你還送什麼東西給我 開的時候說是標本來的,然後她就覺得,喂,你殺的 第一次人說這些,然後她說,對呀,好啊 那女人就覺得沒什麼,哎呀,我殺的,我弄標本,怎樣 那就是很細概任何形容過程,那些人就覺得,呃啊啊啊 就是你知道一就是有錢的女人 就是地都是不看的,只是化妝而已 她很尷尬地離開這個派對 之後呢,奇怪的事情就會發生 她看這個,因為她 nar因為很不開心 她老公就叫她不要再查了 自然自語 突然電視機就跟她說話 這個品牌的廣告跟她說話 你有沒有查我的東西啊? 查了不行啊 查到臉紅了 她就說你當然不行啊 你查這麼少 其實痕痕就代表有效果 在修復皮膚的 你不用理她的 紅是正常的 我猜她可以用化妝品 那女人當然覺得你瘋癩 紅我當然是有刺激 我又敏感就不刺激 你刺激過肥膚 你越刺激 那她就叫她不要刺 那她就 半信半疑 也繼續刺 她就堅持繼續刺 因為她相信這個廣告 她相信這個廣告 她不是真的相信你 其實她是對那種漂亮的渴望 很多時候 如果那個人是很渴望的 其實你不用怎麼騙她 她也可以自然地被你騙 所以 騙案的人 你只要 同一個謊話 你對著一千人說 只要 一千人裡面 有人 中你 跟你所說的謊話 產生共鳴的時候 他就會上當 所以 這些騙案 永遠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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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得做的 因為 你不是就是 拼中那個人 她就被你騙到錢 就是這麼簡單 那這個女人 就是對漂亮的渴望 就是中了這個 那她沒有交代 為什麼會有電視 沒有說裡面有什麼鬼 純粹是一些很奇幻性的東西 就叫她快 這當然我經常公認了 因為她老公 然後 Forbes 我覺得その位子仍然很有問題 就一直去查 在那這 已經跟她老公說話 他就在他的倉上,因為他訂了一大批 那些膏已經擠到自己 那些膏多到就變成了一個人 他沒有說過是甚麼怪異的事情 沒有跟鬼神有關 純粹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那些女人就變成了一個人 抱著那個女人就很開心 那些膏的人一直引導那些女人走到浴室 那些膏的人跳到浴缸 整個浴缸都是充滿那些膏 那些女人當然會下去浸 那些女人在浴室 浸到一身,很享受浴室 那他就以為自己真的康復了 真的康復了一堆東西 看著他老公 那老公你看到自己的老婆 你覺得是不是瘋了嗎 那當然是罵他 那罵他的時候 他就把他做標本的刀 插在老公的頭上 那老公就呆了 其實這部電影是黑色幽默的 那我拍得挺有趣的 那插完之後 那老公就躺在那裡 那那個女人就沒有想著救她老公 也沒有說一些清醒的情況 就覺得自己做得很適合 最後加多一刀 那很明顯是他被一件事迷著 被一件事迷著 那最後就把他老公成為了一個標本 那這個位置是最恐怖的 這個過程都會做給你看 那他做完之後 那他真的變得漂亮 整個人都很好了 那他就回到公司那裡 即是社會 那些人就問他 為什麼他這麼漂亮啊 那他很享受 那後來就拍著他 有一個很開心的樣子 但有時候有一點不開心 但又很開心 我猜他就是被一些事情迷著他 那他就跳不出這個框框 我猜是這樣的 就完結了這件事 那其實 這八集裡面 有幾套 其實也有幾套 這種情況 是完結的 即是這件事 就完結了 不一定是完結的 不一定是完結的 對 甚至有些 完結的 大家可能不覺得是完結的 那我覺得是很好看的 好看的 第六集 即是這個 《女無之家的夢境》 都是一個挺好看的 我覺得挺好看的 那你說去到第七、第八 就 都…都埋齋了 那第七呢 其實就熬了很多東西 然後才到… 才好看 那我覺得這八集 其實… 每一集 其實都可以短一點 因為其實我自己 都可以看慣那些… 即是恐怖短的故事 例如我… 有些戲 以前就很流行 港產片 可能五個鬼故事 就… 拍完之後 夾了一套戲 這樣… 大上銀謀給大家看 那他就… 那他就… 即是這些故事 其實就很緊湊 全部都是… 沒有廢位的 沒有什麼廢位 那就是… 很精彩的 那就是… 很快地做完這件事 那就是一個很短的 恐怖故事 我這樣就很喜歡 那… 有些… 有些更好看點 就是… 他… 比如… 他請了一個人進去 那… 就… 就逐個人去講鬼故事 到最後呢 就去… 對 就告訴你 喔 原來你那一餐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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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那就是… 即是他在鬼故事裡面 再… 再講鬼故事 我覺得這個手法不錯 可能我再形容多一點 可能大家不太明白 本身是一個鬼故 例如一群人聚會 請了一群人去一起吃飯 一人說一個鬼故 說到最後的鬼故結束之後 大家很開心繼續吃飯 原來這頓飯是人肉 今餐是來殺你 鬼故裡面再有鬼故 我們覺得這項好看 以前就有 韓國也有做過這些 這類型的恐怖片也挺有趣 這類型的恐怖片也不是這樣做 我也喜歡的 但如果剪短一點 那個劇情再緊湊多 例如半小時一集 那我就覺得 會更加好看 我期待這個 真奇季會有第二季 這類型的恐怖片也不會有 愛死機械人 如果大家還沒看愛死機械人 我建議大家去看 不過 如果你們真的喜歡的東西 就先去看 因為其實都是一些很黑色的幽默 那 嗯 就挺適合香港人看的 因為其實是發洩的一種途徑 那 那 我講到這裡 就 完了 今次 我介紹的 這個 這期 講電影 那 我接下來 都會繼續做下去 那 音樂方面 我還沒想到什麼 因為 大家都比較忙 少少 我也找不到人 對了 那 唯有在這裡 自己先修煉 自己先修煉 那 那 下星期 再見 那 歡迎 大家收聽到這個位 如果收聽到這個位 我真的非常感激大家 希望 接下來 會再有些新動向 那 下星期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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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